1950年中国发生的几件大事 土改运动 抗美元朝毛岸英牺牲 6月30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施行 毛泽东坚决反对把土地恩赐给农民的和平土改 他主张组织农民与地主积极进行面对面的斗争夺回土地 土改剥夺了农村乡绅阶层的土地和一切财产 剥夺了100万到500万人的生命 从而彻底消灭了农村的精英阶层 改变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 土改把上千万人划分为地主和富农 成为政治上的建民在以后发生的政治运动中 生命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 土改中对被划分为地主的人 和其亲属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 导致大量的人死亡 其中对女性更充满性暴力 强奸 文件 性虐待的事情是有所闻 学者严昌海认为 先分后收 土地从地主手上夺过来 分给农民 给农民制造感恩的感觉 然后再把它收回来 收回来用了一个非常崇高的 但是空洞的理想主义的召唤 所谓建立公有制 建立人类大同的共产主义的理想 其实就是官有制 党有制最后走向权贵资本主义 农民因此受了双重的欺骗 第一次是被分地 第二次是被收地 最后一无所有 原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谭松在长期研究后 认为长期以来 执政当局运用强大的国家力量 彻底妖魔化了地主 也打造了一个不真实的土改封碑 大量的文学家 艺术家们根据当局的旨意 编造了大量的谎言 他指出 土地改革让不少痞子型的人登上舞台 他破坏了中国乡村的和谐 史残暴和血腥在中国乡村大行其道 他改变了农村贫富价值观 以穷为荣 以赴为恶 他把不劳而获 抢劫瓜分别人财物的土匪行为 当作反剥削 反压迫的革命行动 这种做法既败坏了人心和道德 又为社会的乱象埋下了隐患 作家陈元森认为 土地改革人为的制造仇恨 摧毁了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 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伤痕 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 使农村基层领导彻底遏制化 1953年土改结束 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 全面达到了发动土改运动的预期目的 思长了毛泽东的骄傲自满情绪 增强了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地位 为随后脑袋发热搞大跃进 人民公社埋下了火根 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1949年末 金日成拜访斯大林 告诉他被朝鲜人想用刀尖捅一下南朝鲜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忙着结束国共内战 毛泽东未有兴趣开战 但苏联为了东北亚的地缘利益 则是态度积极 1950年3月份 金日成密访莫斯科达成协议后 5月13日 金日成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当晚 毛泽东才被告知 苏联已经打算援助朝鲜 他对此突变十分惊讶 甚至还质疑金日成是否有此能力 虽然可能会打断北京的规划 但鉴于斯大林本人亲笔去信 已经同意权力支持 毛就未有积极阻止军事化风险 6月18日 朝鲜人民军命令准备进攻南朝鲜 1950年6月25日 朝鲜人民军以反击挑衅为理由 越国38度线入侵韩国 朝鲜战争爆发 4小时内 朝鲜人民军的T-34坦克和步兵突破韩国国军防线 直驱汉城 多路步兵纵队在坦克掩护下 朝鲜人民军两个师又一个团 共2.8万人进攻汉城 另外两个师又一个团沿西海岸游平让攻汉城 韩军一个师不满员 金日成为掩饰战争是由朝鲜人民军一方所发动 在广播中声称是韩国侵略朝鲜 李承万政府在美国操动下 突然向三八线以北地区全面武装侵犯 朝鲜人民军是在反击强盗卖国贼李承晚的挑衅 约上午9时50分 驻汉城记者杰克詹姆斯向合众国际社发进及新闻电报 零散报告来自38度线 北朝鲜星期日早晨沿全面边界发动攻击 电报经就金山办事处转至纽约 一小时内改写成新闻报道电反汉城 韩文报纸下午赶出特刊报道 反过来说因根本没有想过全面武力冲突 大韩民国国军队备战的忽视则是很明显的 这导致韩国国军在战争初期遭受重大死伤损失 韩国方面装备贫弱 当下在三八线的军队约二分之一 甚至尚未进入战备状态四个失重 美师只有一个团两个营进入战备 也缺乏对爆发战争的准备 夺个战略要地被占领 致防守崩溃 战线快速难移 6月27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到朝鲜半岛 进攻朝鲜人民军 同时杜鲁们命令美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 朝鲜战争的爆发阻碍中共收复台湾 使中国统一的难度加大 耗费了中国国力 延缓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国联合国席危问题被长期搁置 同时是联合国一些成员国对中国产生误解 11月25日 美军飞机轰炸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毛岸英牺牲 1922年10月24日 毛岸英生于湖南长沙湘亚医院 1927年 合剑在湖南开始清党 杨开慧带着三个儿子到板仓乡下躲避 1930年 杨开慧被杀后 毛岸英被保释出狱 并带到上海进入中共地下党所办的大同幼稚园 1932年 毛岸英和弟弟毛岸青被寄养在中共中央特科工作人员董建武家中 后又被董建武转移至其前妻黄慧英家中 生活费由党组织提供 1933年 中共中央迁往江西瑞金 资助中断 黄慧英领着子女和毛氏兄弟以替人做家务和卖报等工作维持生活 据施哲回忆 毛岸英后来告诉他 他们经常要做家务 并常挨打 1935年秋 毛氏兄弟流落街头 后于1936年被找回 1936年6月 因与董建武有私人关系 奉系领导人张学良派不下李渡带毛氏兄弟到法国马赛 数月之后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带往莫斯克 进入位于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 1936年至1942年 为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院 1942年11月至1943年5月 为位于书亚的恩格斯列宁格勒军事政治学校学院 1943年5月至1944年8月 为列宁军事政治学院朱冰种和成席学院 期间加入苏联共产党联共部 1944年8月至11月为白约罗斯第二方面军见习生 1944年12月之后为日丹诺夫信息管理学院第二系大学生 1946年1月乘飞机回到延安 1947年春国军进攻延安时 康生带他去山西临县发动土改 进北京后出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的秘书兼翻译 1949年10月与刘思琪结婚 1950年8月中旬任北京机器总厂党总支副书记 毛岸英以作战参谋的身份 随彭德怀入朝 志愿军司令部是整个志愿军集团中最安全的地方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仅入朝34天 毛泽东唯一健康的儿子 又是长子的毛岸英便壮烈牺牲 1950年发生的其他大事 一月解放军开始剿匪 至1953年共剿灭土匪240万人 图为被解放军剿匪部队击捕归案的川东匪首黄云青等 一月二日 毛泽东命令向西藏进军 一月六日 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收回在北京市内外国兵营的布告 一月六日 英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 一月二十日 周恩来底莫斯克参加中苏会谈 二月十四日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签订 二月十七日 毛泽东 周恩来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 指出土地改革中的富农政策应是在达到地主阶级时 中立富农并使生产不受影响 二月二十四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会议通过严禁鸦片烟朵的通令 图为人民政府收缴的烟剧和赌剧 二月二十四日 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首次将妓院老板 领班 老保共四十八人判刑 政务院指示在新解放区施行土地改革和征收工粮 图为人民政府取缔长绩 三月一日 蒋介石在台湾宣告赴任中华民国总统 三月五日 人民解放军发动海南岛登陆战役 五月一日解放全岛 1950年3月上旬 人民解放军发起海南岛登陆战役 四月十六日 我军渡过穷州海峡 开始了解放海南岛的战役 在坚持革命游击战争二十余年的穷牙纵队的有力配合下 五月一日解放全岛 歼灭首帝三万余人 图为人民解放军万传齐发 强渡穷州海峡 图为人民解放军与穷牙游击队胜利回事 三月十二日 毛泽东提出对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 为了稳定民族资产阶级 暂时不动富农 不动富农就是孤立地主 三月二十五日 北京市军管会军法处再判八十一名妓院老板 领班等图形 三月三十日 教育部规定六月一日为儿童节 废除四四儿童节 四月一日 中国和印度建交 四月十日 共青团中央决定以五月四日为青年节 四月十四日 海军领导机构在北京成立 海军正式成为解放军的一个军种 四月二十二日 中裁委发出指示 严禁机关 部队经营商业 四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致电陈毅 要求迅速解决上海的经济危机 四月底 华北新解放区1949年开展的图改已基本完成 五月一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实行 1950年4月13日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废除了就婚姻制度 图为北京市民在收听宣传婚姻法的广播 五月一日 中共中央要求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 五月三日香港永华影业公司设置的电影《轻功秘史》在大陆停营 五月十四日 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在北京发起签名运动 并迅速推广至全国 五月十九日 解放军顺利攻占周山岛 并相继解放附近岛屿 第三野战军进攻浙江沿海岛屿 五月十八日在周山群岛强行登陆 守敌遗弃大批物质逃往台湾 六月六日至六月九日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京召开 六月二十日 足建空军第四混乘旅 这是解放军第一支航空部队 六月二十八日 周恩来外长发表声明 强烈谴责美国政府侵略朝鲜 台湾及干涉亚洲事务的罪行 七月六日 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一 为安理会通过的出兵朝鲜的决议 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破坏 美军进入台湾海峡市公开的侵略行为 七月十三日 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东北边防军 七月三十一日 远东美军总司令 联合国军总司令迈克阿瑟赴台湾 会晤讲解时 七月三十一日 解放军总部发布解放战争战绩总结公报 四年来共奸国民党军807万 七月三十一日 苏联将为满战犯和在中国泛有战争罪行的日本战犯移交中国政府 八月四日 解放军占领珠江口外所有岛屿 我军为彻底消灭珠江口外万山群岛的将军 于1950年5月发动解放万山群岛的战役 战胜了敌现代化的海军 并将敌陆军消灭于各个岛上 图为我军万传乘风破浪 向万山群岛进发 八月五日 国民党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 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两位之权 蒋介石宣布改造国民党 表示要从头做起 八月十二日 中国军事顾问团赴越南 八月十五日 宋庆龄在上海宣布将中国福利基金会 改名为中国福利会 并任执行会主席 八月二十日 政务院公布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 全国农村全部开始划成分 九月十五日 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 切断朝鲜人民军的不极限 九月二十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会图案 经中央人民政府第八次会议通过 九月二十二日 美军飞机轰炸中国安东宽店等地 九月二十六日 北京破获间谍案 美国间谍1950年阴谋炮击天安门案始末 在第二个国庆日之前 一起美国间谍阴谋炮击天安门 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的案件被破获 时间到回到1950年四月初的一天 原美国驻北平领事馆 两个看似毫无关系的人 曾在二战期间 为意大利法西斯情报机关搜集情报 并为日寇进攻我华北康日根据地提供情报的李安东 两年前 他化名汤尼接受包瑞的部署的情报任务 另一个山口龙一 他是美国战略情报处成员 化名刘毅 北平解放后 他以法文图书馆中文部图书目录编辑 日本东京日洲产业诸事会社驻北京代理人等身份为掩护 搜集情报 1950年9月18日 北京市公安局侦讯处截获了山口龙一既往日洲产业诸事会社的一封厚厚的航空信件 信以英文拼成日文音 用英文打字机打印而成 信件中有一张手绘的天安门设计草图稿 上面会有花表 金水桥 天安门城楼 还有两条又黑又粗的抛物线 一条指向天安门城楼顶部中央 在侦察员锁定的侦察对象中 离安东 山口龙一住在干预互动 离天安门最远 但直线距离也没有超过两千米 如果60迫击炮架在任何一个侦察对象的家中 天安门都在有效射程之内 为了确保新中国第二个国庆节的绝对安全 周恩来总理批准对李安东 山口龙一等人实施逮捕 行动时间就定在9月26日晚9时整 当负责抓捕的侦察员敲开干预胡同 以17号大门时 屋里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 谁 侦察员答道 派出所的 查户口进入房间后 他迅速将枪口对准了屋内一个土顶 瘦骨林寻戏高个的外国男子的头部 你叫什么 李安东 说的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那国人 意大利人 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 你被逮捕了 请签字 随后 侦察员在其住所内 搜出手枪一支 子弹235发相关间谍活动来往 寒电等525件 清化甲独咬两包 60排击炮一门 几乎同时 另一队侦察员在山口龙一家中 搜出了天安门射击草图一张 以及各类间谍活动相关资料签余件 案件结果以李安东 山口龙一判处死刑告终 9月30日 周恩来宣布中国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 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死刑侵略而置之不理 10月1日 北京40万人游行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 10月1日 美军越过北纬38度线 继续向中朝过境雅鲁江和图门江逼近 麦克阿瑟通过广播发出最后通牒 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条件投降 10月1日晚 金日成召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贤大使 希望中国尽快派兵支援 金日成并派条线勇前往北京向中国领导人当面提出上述请求 10月7日 解放军开始向西藏进军 10月8日 毛泽东发出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命令志愿军迅速向朝鲜境内出动 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并任命棚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0月8日 毛泽东发出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北部地区 10月12日 教育部明令接办天主教会办的北京私立福人大学 任命陈元为校长 10月19日 解放军占领昌渡 10月19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首批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 跨过鸭鲁江开赴朝鲜前线10月20日 新华社讯北京在过去一年里 破获177起重大反革命特务案 10月25日至11月5日 中朝军队发动第一次战役阻击北京的联合国军 将其赶制青川江以南地区 10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任毕石逝时 11月3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发出 冻结现今稳定物价措施的指示 11月14日至12月16日 中国特派代表武修权出席联合国安理会 11月25日至12月24日 中朝军队发动第二次战役 收复平壤禁底三八线 12月10日 北京上海南京等大中城市的青年 踊跃报名参军 12月28日 政务院发布 关于管制美国在华财产 冻结美国在华存款的命令 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 中朝军队发动第三次战役 柯文件发布 報名是 处于 复兼 壮